你为什么在本科报区院的时候 报一个将来你考研要考的目标 而且关键是你能上 但是在有些省份的西安医院大学 它是二本 它是一个二本的原因 非常简单 因为西安医院大学到现在 它目前没有博士点 它有没有博士点 是评价这个学校 好坏的一个原因 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主要原因 大家你想一想 你大概会从河南科技大 往西安邮电大学考 还是说从西安邮电大学 往河南科技大学考 你肯定是这个 对不对 你为什么在本科报区院的时候 报一个将来你考研要考的目标 而且关键是你能上 所以说大家你在报区院的时候 它前提是什么 你要对所谓的一本和二本院校 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你对学校了解了以后 你才能发现 哦原来二本也有宝藏 你不了解你怎么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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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